哈喽大家好我是唐主 我现在在山东围坊 刚刚解决完这台客户的G37的质保的问题 咱这台车呢亏了一些钱 但是呢我们这一趟来所谓贼不走空 我还专门约了一台保时捷的718 这台车价格特别的便宜 那咱这台车呢亏了一些钱 对吧 那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台车 能不能从那台718上着补回来 车来了 你好你好 哈喽哈喽 大哥 这车喷漆好多呀 然后这儿 这有小板筋轻微的板筋 你是换的左前门对吧 对就这个 它是其实正常的 应该是换的试驾车的门 这台车18年上牌 3万公里整 裸车55 选配了167,900 之前的选装基本都有了 20寸FUX轮毂 SC套件 运动排气 BOSE音响 等等等等 应有尽有 这台红色718的车主 其实今年2月9号就找到我了 当时跟我大概说了一下车况 心理价最低 38万 这台车一手是个北京户 一手车主之前给车头撞了个大坑 这次事故造成的出险记录赔付金额为59,000 数字看着吓人 但一个冷知识是 宝石捷4S店光是喷块7就得5500 而且这还是6年前的价格 因此你就知道 59,000修保日节 其实真的修不了太多东西 从图片就能看出来 气囊没弹 水箱因为是在两边 所以也不用修 最多换个前杠 排照框 防状刚凉 行李箱盖呢 看图片的话 板筋喷漆一下就没事了 但按4S店修车的严谨 以及为客户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态度 多半是会换掉 至少给保险公司报项目的时候 报的肯定是更换 但实际是真的更换 还是仅仅只是维修 只有看了实车才知道了 这台车原车主给我发的那个 左前方这里撞凹进去了 就是大概就是撞到这个位置 撞到这个位置导致这里有一点变形 但这个变形不会太严重 因为太严重 这个地方肯定就得切 就得板筋喷漆 但是它都没有 它只是敲了几下 而另外一次出现呢 花了3万3 项目看着惊人 居然还换了左门 但实际上仅仅只是个寡蹭 就这么个寡蹭 居然能把门换了 还能罗列出来3万3的项目 他们本来可以去抢的 但他们却按最高标准 给客户修车 他们真的 我哭死 所以从使用的角度来说 这个车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但是它出现两次 然后各种记录什么的 很难看 所以会导致这个车的价格 往下掉很多 那么问题来了 原车主报价38万 这台更换过左门和行李箱盖的718 18年上牌 3万公里整 你们觉得我以多少钱拿下合适呢 发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我来砍死这个车主吧 今天能交车吗 当时贷款买的吗 贷款没还 还差个几个月吧 这样我一会缓上就行了 如果你们定价格谈笼的话 那就是说今天能让我把车开走 可以 然后这台车价格还能谈 我心里的预期 我觉得这个车38还是高了点 我也给过一个价子 你也给一个咱往中间靠靠吧 这车主要它记录太难看了 我看了实车确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记录将来出 就是记录不好看的 对将来出肯定不好出 其实我是想35左右拿 35你再加点吧 毕竟这一下差了300多块钱 不是300多块钱的问题 就是这个车本身 其实现在哪怕是北京的 1819的 其实也就在40 小 对这么一个价格 然后它转到外地来了 本来天生就比北京本地的要便宜 然后这个车外观喷漆换价太多了 对所以我心里预期是35 35我现在可以点钱给你 对我也不喜欢啰里巴缩的 36行吗 36加不了 真加不了 我觉得35 35差不多就是我的心理极限 我觉得这车35也没少给你 因为18年到现在5年了 5年舌一半太正常了 而且你还换了这么多东西 拿718这个流通性应该还算可以 是 这个车流通性应该还算可以 是 但是它得遵循历史规律 18年到现在23年5年 5年舌一半 35 那你稍微等一下吧 我也跟我媳妇透过气 好吧 你跟你媳妇说一声 行了 这个G37亏的6000块钱 应该是能舌回来了 对 就怕到时候这个亏了 这个也亏了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第几次又成为了保时捷的车主 这个内心就其实非常的平静 也没有那么激动 因为买的太多了 因为买的太多了 这一代的卡曼 包括这代718 历代的高配 低配 各种颜色盘本 我基本上都买过了 所以 其实你要想 让我表现太激动的心情呢 也没有 唯一的一个 比较激动的心情 就是这台车比较便宜 真的超级便宜 我的天 35万 兄弟们 18年出厂 18年上牌的 带那个 真男人20秒模式的 那个718 35万 你敢想象吗 这是一个 何其 何其低廉的一个价格 我居然拿到手了 我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所以这回来围方呢 楼草打兔子 贼不走空 顺便收了这台车呢 应该就可以弥补掉那台 G37亏掉的6000块钱 还有来回的路费了 这才是对吧 这一趟最大的收获 玩二车玩的越多 你就会越喜欢 有点小瑕疵的车 比如说 前嘴一套的车 比如说换过门子的车 比如说上了后尾板的车 这些车 从使用的角度 完全不影响任何安全性 但因为有这些瑕疵的存在 几乎所有的车主 都不会盲目自信的要高价 唯一有难点的地方在于 你得区分哪些瑕疵车值得买 哪些并不值得 比如说泡水车就绝对不建议买 比如说报过气囊 严重的伤筋动骨的车 也不建议买 当然了 肯定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说只要价格到位 这世上没有不能买的车 这话当然没有毛病 但那是从商业交易的角度来想的问题 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 上述这些车 用起来要么会有非常多的麻烦 要么会有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要么将来卖的时候 很少有人会接盘 这就没必要了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年 二手车价格大崩盘 但还有很多车主 不愿意接收这个现实 还在富于顽抗 比如说很多1819年的保着街敲吧 哪怕是外地盘 网上标价都还在40大几万 甚至50多万 但实际上这车零售价 早就已经跌到40小几万了 所以我这回35万能买到18年 仅仅3万多公里 而且配置颜色都非常不错的718 教主都惊呆了 打工人也惊呆了 我身边所有知道我收车价的朋友 都惊呆了 但其实有小瑕疵的车 正常收车就是这个价 对买二手瑕疵车来说 最好的结果就是 车子看起来维修项目很严重 实际上真正有损安全跟使用的地方 一点事没有 同时价格还便宜 这才叫真正会买车 比如说我这台就是 所以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我这台瑕疵718 买回北京能挣钱吗 大概能挣多少 发个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台718开回北京 看看最后能卖多少钱吧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这台我昨天收到的718 昨天刚开回北京 今天居然就已经被人秒了 四十万 本来这个价格我还不想卖的 因为我要再称一称 应该还能卖得更高 但是这个买家吧 对吧 比较有诚意 他就说堂主你这个价卖我 我现在就给你钱 我这么一想 这个昨天就开回来 今天就能收到钱 这个周转率比较重要 想了想 我还是忍痛把这个车就卖给他了 忍痛把这个车就卖给他了 G371让我含泪亏了六千块钱 然后再加上我们三个人 吃喝拉撒来回路费油费 算四千块钱吧 所以这次微方之行呢 我本来要亏六千 但是吧 经过我的一番这个操作之下 勉强赚了四万块钱 勉强赚了四万块钱 啊 啊 啊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小尴尬啊 这个让屏幕前的观众失望了 我因为我知道我的我的粉丝 最喜欢看我亏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已经忍不住了 但是哎 没亏成功哎 这个哪怕是明明已经亏了 但是吧 对吧 我这个可以提前 在当地又约好一个车员 然后又能让我转为为安 你说这受得了吗 哈哈哈哈 那么OK 以上就是本期 为方亏钱之旅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你们最爱的良心车商堂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最新的不好的消息 我那台英菲尼迪六千块钱搞不定 原来我们以为就换两根拖蓝轴就能搞定 但是现在要换整个杠盖 最新的账单出来了 要一万两千多 Hello It's me 所以我又得多出六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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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